玩具TV突然直播 第十五季第十二集 因為上次我們要帶的東西都爆不完 所以現在就要補票 補完票之後就來我們的重頭戲 試一下這個一元必 我也期待主持是不是沒有份必 應該沒有 不要緊我負責看 我們先看其他東西 上次已經帶了的中洞 Iron Man Mark II 真的不說笑 其實計Mk III這樣的好評 和這麼多人去買這樣的性價比之後 其實到Mk II大家都很期待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對這些Iron Man七子 Mk I到Mk VII一直都很有懸念 而你去儲Hot Toys 你現在要追回舊的很貴 中洞又正好 在這個時候出Hot Toys 又便宜 然後它最重要是 它的形狀是真的跟到電影 其實它有一些微縮Hot Toys的感覺 所以是很厲害 還有它好像這兩天又出了Mk IV的官吼 是的 爆地 它的腰是否改過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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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它這些都爆到的 其實很肉酸 你認真說 其實我做完那個comparison 和SHF 我為什麼特意不爆地呢 因為它真的 你只可以拍個正面去爆 你一側面是很醜樣的 就像滑倒壓著地 是的 不過都是那句你給多少錢 是的 你這個還要便宜多十碟 我好像訂是一百二十幾元 是的 我在那個Keymau店訂 即是它官方的 價錢不升反跌 究竟給大家一些什麼呢 動它 好,來了 開了 又看看盒子 這個是上一款盒子 當時我們經常說 古面順 茅台酒那種包裝 那它這次配合Mk II 它就轉了一個銀色的包裝 但是有一件事 金屬色 都跑不掉了 不過它又不是一個單純的銀 它就換了一個橫彩 即是雷射 我們叫做雷射的盒面 但是它有一件事都很遺憾 就是它的盒子 其實我覺得都很漂亮 是 但是它無論是Mk III好 Mk II好 都是對不正的 你看到它中間是兩邊 有點歪歪歪的 因為你對著頂對著底 你就會發覺它的面是有少許敲開的 不過算得這麼便宜 沒錯 你看一下SXS的盒 然後它除了這些 位置雷射之外 它旁邊有做了一些 類似閃卡的暗紋 其實都挺有趣的 因為都沒有想過 會在這些玩具的盒上 看到有這樣的東西 還有這個價錢的玩具 對,這種印法就好像 女仔的化妝品 可能你沙沙卓越的 經常會看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開盒了 打開裡面 後面依然是兩邊雷射 有點像防藝標籤那種走向 還有本身跟上次一樣 就是用這個拉揭式的硬紙 也看到其實是閃底 用了下面 雖然它做不到這個效果 會不會用燈的那種有呢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它是加個胸甲 是的 都是高興的 到時再幫襯 它遲些出 可能加你50元 出新版 upgrade版你也是 加燈 正版授權 好,我們不在這裡斟著 真的動它 好,非常佛心鼻 上次其實就是要這個代理商 幫你去拿回肩甲 這次不管了 就當是這個 你是不是都要光顫過上一隻 就會給了這個初版需要的肩甲 所以你都感覺到 其實中棟都頗有心去做 因為我記得 當時他Mk3很早被彈完肩甲之後 他已經在他類似官方微博或什麼 已經有福就說 你不喜歡的肩甲 那好吧 我們幫你更新吧 那樣 就馬上很快地就已經做了 都找數找得很快 就是你不去買Mk3才有 你去外面買的 他都會有機會補給你 然後其實Mk3的後半批 已經是轉了新肩甲 所以其實很有心去做這件事 好,主體了 沒有失望 在外形上完全不用擔心 配件你繼續說 我先測定 那有些朋友 其實一直都很擔心 說銀色鏡不OK 那我自己看 我覺得如果以百多元的PVC玩具來講 就是從Gray 或者是可能跳多的Gray 去到SHF來講 那個漆面和它之間 可能我覺得都有 就是它比百多元OK 好一點 但是比起SHF 就差一點 但是SHF的銀色 普遍是偏白銀 那你會見到 中棟去做Mk2 它這個銀色 其實是一個暗銀色 就是比較類似 鋼鐵的顏色 還有牙 OK的 對,微微 我覺得是OK的 然後你會見到 其實它很多位置 就是很多人 經常都說Mk2 Mk3 那個樣子 大廊一樣 就覺得可能是舊帽 翻用 那你會見到其實Mk2 它身上 多了很多 那些窩釘 對,窩釘 對,窩釘的花紋 那基本上這些窩釘 它只能夠重開 而以中棟去做這款產品 其實它的拆機不是很多 所以它一做 就整個空重新開過 那你會見到其實它都開過很多東西 那另外呢 有些部分很有趣的 它在結構上面有升級到 比方說 是 上臂這個部分 其實看回Mk3 那你會見到 Mk3的上臂 這裡是有個圈在 那它那時候 這個圈 其實 好像本身在電影裡面 不在這個位置 都沒有這個東西 那所以它在Mk2 你會見到它取消了 直接把那塊夾蓋到上頂 那就跟Mk3的不同了 那可能Mk3 那時候做起來的時候 特意做個圈 就是為了 在這裡拆件的時候 有個圍禍感沒有那麼重的 不過其實走到出來 現在它這個本身 即是用回 即是沒有分件的做法 其實刷出來更漂亮 那另外呢 就是前臂的部分 很有趣的 前臂呢 那我本身以為 其實它都跟Mk3一樣 那但是呢 原來又不是的 它的前臂呢 這裡呢 在Mk3的時候 這個位置 你會見到它兩邊 刺很多的 就是比較個村崩大一點的 那它去到Mk2 然後呢 你會見到它前面這個部分呢 又加一些東西 幫你蓋回去 遮了醜 那但是呢 這個就有些搞笑的 那它加了 是漂亮的 對呀 正面看漂亮的 但是呢 例如你去屈關節的時候呢 是 有點難不對啊 這邊 那你屈關節的時候呢 你會見到它那個PVC的部分 它新加的部分呢 就會炒開了 是 叫起了 是啦 就會叫開了兩邊 而這個狀態是 我個人來說 覺得有點危險的 那幸好這隻不是我 那 那麼想玩 它的手臂位那個可動 是不是因為這樣而 就是會有一點點影響呢 呃 好了是沒有的 但是 你說差了也不至於的 只要你 即是炒氣了 因為它呢 過到某個位的時候呢 它有個位類似是 它撞在一起了的感覺來的 那你 只要 那個心臟大一點 你給點力 它可以過的 是 它這裡有一級 類似一級的東西 來到這個位呢 你可以推過去的 但推過去的那個 那個問題就在於 這個PVC 它立即啞開了 那 就看自己怎麼玩 那你說 其實你買中棟回來 你都是想儲七子 賀花馬 大媽齊 帥仔 那我沒有投訴的 對於這些沒有投訴的 因為其實都可以說 本身 我想都可以 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你這八三元呢 給了些什麼東西呢 在外形上 它其實 給SHF 或者甚至是 Marvel Legend 即是那類下肢部的東西 它更加忠於圓著 那當然 你說 那些細節位 就是 有些偷工減佬 都有一句 你給八三元而已 但是它竟然可以給你 這樣的質素 某程度上 你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說話好講 那 那 那 一般的 就是和Marc III一樣的 結構其實都是 沒有分別的了 那 大家最主要反應 就是主觀地覺得 這一隻銀色 是否適合你口味的 真的 就比較個人一點的 但是我 我覺得完全是受貨的 我也受貨 因為我覺得 啞銀呢 其實 就是 是 更加有真實感 是 那配件 就基本上和Marc III是一樣的了 都是那些手型 都是那些特效件 都是那些特效件 也是跟同一款的座 所以其實 除了本體之外 和盒 基本上就沒有太大分別 是 便宜了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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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真是神經病 它現在Marc IV開價 都是和Marc III的價格 140多元左右 其實 真的很便宜 是 如果以性價比來說 就實在不可以說 不過 它還有進步空間 但是 它這個價錢 也不需要再進步 大家都會很願意去買單 的確 不斷移動 轉一下手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還有 你可以放膽地拔 和放膽地扭 它的波齋也很大 是這麼大的嗎 是否改過來 不是一樣 所以 初初以為 塞進去會不會很難 原來 這裏很厲害 因為它的手 背的硬度 也OK 不過它有手型 有些東西 因為它的手 因為你一來好裝 那個意思 其實就代表它 又不太緊 所以它的手型 的鬆緊度 是比較削 而去到腳腕 更加不用說 腳腕 是非常鬆的 所以基本上你都是很需要用支架去玩它 那 對了 不過呢 我買了梳 剛才飛了85 出來 又重演了一些東西 這裏沒得跌 差一點 對了 上次我們好像沒有玩到荷爾番話 現在又可以放進去 對 我其實很喜歡中洞 或者是近來國內廠有一個趨勢 就是它會做一些是充電的亮燈 那麼 充電的亮燈其實是很方便的 是 不過 Hot Hots有一個 它小開放的做法都很棒 嗯 它旁邊有插一個插一個 插一個 然後一個通了全家 我覺得那個 一多塊全家 不是一次通全家 那個的做法和想法都是很棒的 不過當然充電更好 那 但是我想有些廠不做充電 可能是因為 始終做充電就牽涉了一些 就是電工的問題 其一 其二的成本又會 就是 差了幾遠 對 那如果出國的部分的話 其實應該是會有些關於證書的 就是有些費用 所以 很多廠不去做充電 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我猜 看到大家已經玩到飛起的Mk3 可以拍一拍側的Mk2 都是那一句 你… 你… 你想怎樣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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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做法來的 可能… 就不用吃炒了 等一會兒 那些朋友喜歡這個… 就是… 早玩早享受 又是另一個想法 沒有所謂的 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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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貴… 你都是比貴五兜東西 嗯… 現在的玩具… 哪裏說五兜東西 可以解決多個問題 大佬 嗯… 其實… 都說多一點點 那條腰… 都是… 都是一樣 可動性 是接近零的 但是… 我玩得很開心 答案就是… 亦都不用很害怕它花 是啊 就是玩SHF 經常最害怕就是刮花 特別是那次… reverse Mk3 嘩… 那隻真的很害怕 還有這個… 沒有光面coating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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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放心玩 因為上次的光面coating 它都會有表面磨花問題 某些位置 那這隻就更加好玩 等這個Mk4出賣 那時候 可以重現這個… 劇裡面對決的情況 快點出賣 哈哈… 那這也不難的 其實本身的組件 都不是差很遠 那算它突然出Mk4 就是它之前show的Mk1 應該延了 可能有修改 希望大家看到它的眼睛 都真的… 黑了它就好過了 沒錯 好… 轉頭一元show 我們還有東西爆 怎樣也好 有比較多的information 想share 不過我想轉頭 一元show 那時候再說一次玩法 給大家聽 好… 轉頭見啦 比賽 熊 熊